本地新增863起冠病确诊率 每周社区病例增长率为1.49% 没有人因病去世 卫生部也证实 本地有675起新的奥密克戎病例 当中本土病例422起 253起是输入型病例 卫生部网站的更新数据显示 目前有196个冠病患者住院 8人需要输养 13人在加护病房 新增的863起病例中 500起是本土病例 输入型病例有363起 目前累计病例29万1849起